看一下就是那个l,刚刚讲那个mid,mid跟if怎么做,第一个先抓中间的字,首先一样插入函数用文字,因为mid也是文字,那你可以找到那个mid,mid,可以看一下他有123,1是哪个文字,就是身份字号,按确定好了,他要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要切割的文字在哪里啊,所以这个文字指的是你要切割的文字,我要身份字号给你一下, 在这个哦,第二个问题是start,开始的,number,哪一个字开始的意思啊,白话意思是哪个字算起啊,那我们应该第几个字,12,所以记得输入2就可以了,第二个字帮我算起,第三个问题是number,应该是数量,charge是字元,以及说几个字的意思,你要我帮你从第二个字算起,要取几个字呢? 一个字嘛,所以就输入1就好了,所以其实他就问你三个问题,所以哦,慢慢看懂上面的讯息,给他正确的答案,他就会帮我怎么样,把最后的结果呢,取出来,有没有,就帮我把怎么,这个身份字号的第二码,取过来,但是呢,请特别注意哦, 这个1哦,它是所谓的文字1哦,跟所谓的那个,这样的1哦,有没有相等啊? 特别注意哦,是不相等的,前面的1哦,是文字,后面的1是数字,文字跟数字在ESAO里面认知是不一样的哦,可是呢,在我们看到是一样的哦,所以这一点要特别特别小心,因为其实在ESAO里面很多陷阱,都跟资料形态不一样,所造成的错误哦,所以这一点可能要特别特别小心哦, 好,慢慢确定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好,他就取得,当然你可以向下填满了,不过其实我们主要不是要这个1或2,我们主要是什么,我还需要做逻辑判断,判断什么呢?如果我是1的话,那我就把它改成男,反之,那就改成女,那怎么做? 接下来把这个密的哦,一般习惯哦,会把这个公式哦,先剪下来,那剪的时候呢,就不包含等号,再插入一个什么,因为我第二次要做逻辑判断,所以把上面的类别改成逻辑,在文字下面有一个逻辑,逻辑里面有一个if,那if的话呢,基本上一样会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那个逻辑是什么?如果为true,那就是跑这边,为false,那就跑这边,那我们就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这个是1嘛,那给它逻辑,逻辑的话通常是中间加一个等于,大于,小于,不等于,等等的叙述啦,这个东西呢,是不是等于1啊? OK,啊,有没有,所以后面要加一个,是不是等于什么数字 如果是的话呢,那就是男生 反之的话呢,那就是女生,所以哦,上面这个true就是男生 反之就是女生 OK,但是你会发现哦,等于1嘛,有没有,这边是1嘛 是不是等于1,是嘛,可是你会发现后面是false 而且哦,你上下填满 诶,全部都女生耶,怎么会这样呢? 其实哦,问题 这个也是非常容易发生的问题啊 哪个地方有错呢? 哦,刚刚有特别强调,特别注意哦 1有没有,这个是数字1 那数字1哦,在esale里面认知哦 它跟那个文字1哦,是不一样的哦 那所谓的文字1哦,因为这边得到应该是这样1 多了前后双以后,它是文字 它是数字,所以两边一定不会match 不会相等,那怎么办? 很简单,把这一个地方,有没有 再加上前后双以后 那就会为true了,有没有发现 其实说真的啊,没有 说这个也是小细节啦 而且这个小细节还非常多的 这个上班族哦,都会犯错的 因为我遇到很多的学生 然后问我问题说老师,为什么我通通都查不到我要的资料 明明我看到就是1啊 为什么1就查不到是男生呢? 为什么永远都是女生呢? 原来形态搞错了 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 为什么要一直在上强调 因为我发现哦,很多人不懂 OK,这个我们看到的啦 数字1跟文字1是一样 但是电脑Excel就是绝不一样 按确定,你会发现哦 像下填满,这样就OK了 有没有 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哦 这一点如果没遇到 没有特别注意的话 那会出错的 那当然哦,另外有一个同学就会问说 老师,可是我们工作上后面的数字 资料来的时候呢,就是一定是数字 那我假设不能改前面的,不能改后面的资料 那我也没办法改前面的资料呢? 意思就是说哦,我也没有办法把这一个文字的1有没有 先转换成数字的1 再跟后面的资料比对的话 那这样就会为处了 有没有 可是问题来了 诶,有没有一个函数哦 可以帮我把文字转换成数字呢? 当然有啦 OK,答案一定是肯定的 可是哪一个可以办得到呢? 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建议哦 各位如果有空的话 就可以稍微看一下插入函数里面哦 找一下文字类函数 它底下会有说明 比如说ASC什么作用 把全形转成半形 然后这个CHAR就是什么 把那个内码的字转换成字元 那当然底下哦 我是建议有空的时候可以做一点笔记 稍微做个整理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其中会有一个函数 就是可以办到 帮你把文字转成数字的 可是哦 我就不卖关子 因为刚好这个函数在最下面一个 value 有没有看到 它其实就有说了 将文字资料 转换成数字资料 有没有看到 所以哦 如果将来哦 我有刚刚的需求 我要我后面的资料不能动 因为我那个资料固定 就是一定是1的 那我要动前面的话 那其实很简单 加一个value就可以了 那怎么做 把它刮扶起来就可以了 所以哦 如果我刚刚这个东西 这个公式呢 假如后面的资料 不变的话 那我可以变前面嘛 那怎么变哦 你可以在这边打一个value 刮扶起来 就跟那个int一样哦 value 前刮扶 然后呢 在等号的左边 加一个后刮扶 意思就是说呢 把mid刮在里面 ok 这样子的话 你会发现哦 哎 他本来是false的 那就变true了 意思说哦 两边变成相等了 那他的逻辑 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把里面的文字1 经过value 转换成数字1之后 再跟后面的1比较之后 那就会为true了 ok 所以有两种方法 当然以这个公式的简易度来看 那后面加比较快了 前面这个是因为 未来会用到 什么地方用到 我们后面就会有机会用到 ok 那也就是说 在 以色列里面很多时候 是文字跟数字 你都搞不清楚 就犯错了 ok 按确定 好 那向下填满就ok了 那 这个公式呢 假如你一下记不太起来的话 其实云端白板上面 也有 在哪里 在 看一下 底下这边也 这个是 LEM 在这里 那我刚刚value这个部分 就是在这里 value ok 所以如果你要比对的 你要参考的话 可以自己看一下 这边其实都还有别的 好 来画面先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今天呢 我们原则上就大概开个头 所以回去的话 请各位有时间呢 可以在自行 再了解一下 有关文字类的相关函数 你可以自己 当然里面函数很多啦 如果没讲到的 你可以自己再去 那个YouTube上面搜寻一下 可能哪一类的函数啦 那有没有什么样实际的范例 如果有看到 你可以照着做做看 都增加一些自己相关的能力 ok那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好了 下一个礼拜的话 我们就 那个 开始要做一点作业 并且要存档 那么 好 好